将建设国民政府要不改变抗日的态度,我们就彻底打起它。 在17世变头,肖章叫嚣三个月灭亡军队,他们曾三个月夺起攻击,却没想到的松户战场,被中国军队死死拖了近三个月,为此日军多次增兵。 11月3日是日本明治天皇的神日,日本上海派起军司令松解石根,肖章的想要以拿下上海来庆祭之兵,但中国守军的顽强坚实,让他感到意外和不快。 另一边为了拿下上海,日军统帅部下令组成第十军约十万人,于1937年11月5日复兴,乘坐大小155艘舰船,趁着大雾涨潮对金山卫强谈了。 日军一旦拿下金山卫就能于北面的日军,对上海中国军队南北夹击,金山卫的重要性校长也并非没考虑,原本防守金山卫的国军有两个师,最早甚至有三个师祝福,就是为了防备日军登陆,但随着松户战场前线战士越打越大,兵力越打越少,国军不断把部队往北, 是被抽掉的一个师,只剩下六十二师,随着上海和新大洋试试,达北地区高破四航仓库八党装饰,都撤出了战斗,北面战士吃紧士兵越打越少,防守金山卫的最后一个师,也在11月3日被调往普攻封力,结果六十二师前脚刚走,第二天晚上日军就在金山卫登陆,整个杭州湾北岸几十公里海岸险兴兴去世,守军只有两个步兵联合一个炮兵连,既无重炮也没坚固的防御攻势,拿什么阻挡十万日军登陆,用排 鸡炮和日军的剑炮队,跟玩具没什么两样 在日军轰炸机连续四小时轰炸后,杭州湾金山卫一线,日军登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断一千六百名百姓的手,让百姓们站在河边向中国军队示威,手段令人发指 日本人把一千六百名老百姓走背砍断,站在河边,除了他军事制造,我也知道这个困难 我一登陆以后,就跟着上海上那儿,心子都变了 日军一旦南北夹击成功,上海也成了囊中之物,金山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连校长事后也哀谈了 只注意普通兵力部,不注重侧备的重团,使金山卫无人防守,死于战略最大之失败 最重要的是,一旦日军对上海形成南北,国军六十多个师,几十万将士的生命将危在旦夕 陈城第三次请示校长,赶紧撤,然而校长在关键时刻犹豫 他仍既希望于国际调停,认为只要中国军队不撤出上海,就能在国际会议上增加外援的筹码 生死攸关之际,张发奎果断调整不死,命令六十七军无客人部,向金山卫方向前进正面阻击日军 就是这一关键局,阻击了日军推进速度,六十七军虽挡不住十万日军的风势 但为身后几十万兄弟部队的车,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日军很快推进到黄埔江南,离松江城仅有五公里 松江一旦沦陷,中国军队向西向南的退路会被切断 张发奎果吓死命令,要求四十军军长波鲁龟和六十七军军长无客人 死守松江城三天,少一个时辰提头来接 当晚四十军便赶到松江城 四十军是从千里跋涉前来支援上海的参军 但他们刚从松户主战场撤下,一个军厅的只剩五百多 所以阻击主要靠无客人的六十七军 惨烈的松江阻击战 松户战场上最后的一场大战 三天时间六位将军牺牲,八位团长阵亡,战斗打了一场坛 日军士气高昂疯狂进攻 面对人数装备都优于自己的日军 六十七军坚守的每一分坛 都是用血和肉的代价换出 非常惨烈 尤其到最后,为了九国公约在北京坦派 还来了命令,主守三天 那一段战争对我父亲是刻骨 我的子弟逼到前面卖命了 你这个命令,我这个命令要守三天 我知道多少会走 十一月八日,松户会战进行的第八十五 日军凭借强大的火,从东、南、西三面攻入封疆城 守军誓死抵抗 六十七军几乎全军覆没 到最后只剩下两个牌的兵力突破 而日军更是一路穷追猛打 六十七军残步渡河时 四十三岁的年轻军长吴克仁以身训运 吴克仁是黑龙江宁安人 是松户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中将军 在抗战场上面这样的将军牲牲了很多 我们记不住他的地方 但是想一想当年他们怎么走出去 在家里面什么都有 自己的家乡更多战争 但是为什么要走到年轻 他们走上前线以后 当他们亲眼不睹 看到我们的这个民族 我们的国土云县 我们的兄弟姊妹 被日本欺民军欺民凌辱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民族的意思 这种国家的意思 就很快的能够得到几乎 松江失守后 松富地区的中国军队 面临父辈受敌四面被围的危急境 再不撤退将全军覆卧 我会在这种东西 雷狗的东西 我会在这种东西 在这种东西